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来到由芒果TV打造的全网首当明星与粉丝互动综艺秀甜蜜的任务 本节目是由我们节目的观众明星的粉丝独家赞助播出 那我们节目就是替粉丝们实现他们的愿望了 这里我也是带了心愿盒来收集他们的心愿 甜蜜的任务七位嘉宾来挑战 朱一龙 杨子 秦岚 武艺 陈翔 陈娇 王东城 为粉丝实现小小心愿 看粉丝惊喜视频 回答网友最好奇的问题 拆最暖心的礼物 快来看看他们的表现吧 哈喽 大家好 哈喽 大家好 欣岩好 大家好 我是吴亦 大家好 我是陈翔 大家好 我是陈翔 大家好 在2018年这一年中 让你最难忘的两个月是哪两个月 1月的时候 1月2月的时候我在拍《知否》 然后《知否》拍完之后呢 去拍了《真朋友》 叫我的《真朋友》 然后拍了 一直在拍 一直在拍 然后7月份好像是《正魂》就播了 对 7月份时候播的《正魂》 然后我就接着拍《刀幕》 对 然后就到了现在《刀幕笔记》 最难忘的两个月 嗯 1月和9月吧 1月的话是拍《偶像练习生》的时候 对 但是应该算是我回国内的 第一个常驻 对导师的一个综艺 所以对我来说印象还是非常深刻一个月 这个吧 因为是我的生日 对 因为是你生日 应该是7月 是我们演习 刚刚上线 刚刚播 2018年我觉得对我来说 是很幸运的一年 就是能够录了一些 就是录了两个综艺节目嘛 那最幸运的就是能够跟 我的妈妈一起录一档综艺 因为我觉得这档综艺 我觉得拉近了我跟我妈的关系 这是最重要的 对 那翔哥呢 18年我最幸运的事情是 陪伴武艺录了两个节目 哈哈哈 我觉得挺有意思 挺快乐的 我说了今年我见得最多的艺人是谁 武艺 6月好了 6月为什么啊 因为6月我正在拍一部 关于健身题材的戏叫做 我的健身时代 我的健身时代 现在要讲说为什么难忘呢 因为那部戏是饰演一个健身教练 那你知道健身教练就要 肌肉 对 要有很有说服力 就是肌肉 然后那个时候就为了这部戏 一直疯狂的健身 然后彻底的结实 然后在饮食上非常地控制 挺辛苦的 对 甜蜜的惊喜 节目组接到调皮粉丝的特别任务 我们在嘉宾面前摆放的盒装薯片中 设置了秘密机关 面对这改装过的零食 嘉宾们会作何反应呢 好 那这里呢我们也是备了很多零食啊 看你很喜欢吃 然后就希望你就是 能来我们采访间也 聊的开心吃的开心 单身狗粮很复合 我们现在的状况 没有没有这里也有糖豆 然后还有饼片都可以吃 这是什么呀 你要看看嘛 用力 你这太怕蛇了 你这怕蛇了 我这怕蛇了 他只是有蛇皮而已 好 没事吧 他只是一割打蛇皮 他只是蛇皮里面是弹簧而已 没事 没 没吓到了吗 我又被恶心到 很恶心 我从小去讨厌 这个薯片也是怪味的吗 对 我以为你撒了 我什么意思 哇 我真的是 我以为你把薯片撒了 不是 我以为是饮料喷出来了 它撒出来是黑色 你不也觉得奇怪吗 没有 它就是一瞬间 我觉得那个饮料射出来的感觉 我觉得那个饮料射出来的感觉 啥 啥啥 啥啥 喷出来的感觉 这个在哪可以买到 我也想要 可以送给你的 咱们回去下 一会下来找找涛姐 对对对对 可以真的可以真的 涛姐要小心了 你过来啊 惊喜 对 虽然打开就对了 对打开 莫菲那场有什么训绩 这个战畅 有什么 到底是什么 你 你 我知道 你不用骗我了 你要装作 很惊喜 好 你要装 我咱们稍微演一下 可是其他人都在笑 我不要 你别看他们 没事吧 吓死我了 你真的相信她是鼠边了吗 对啊 你真的相信了 我以为要吃吗 那这个呢 这个它是货真驾驶的手片 那你怎么可以这样 因为我就是那些坏坏的导演 就是想要你吃这个 你们终于弄到 我是唯一的一个吗 被弄到的 那接下来呢 我们也替我们的粉丝们 收集了他们很多 想问你们的问题 挂在了我们的心愿书上 那我这边随机给你摘取几个 然后我们可以回答一下吗 好 可以 好 在控制体重上分享一些小心得吧 控制体重 好像控制体重 没怎么控制吧 应该 我对体重我觉得 佛系吧 佛系 佛系其实随于而安 就是想吃就吃 人不想吃就 对 吃了就能饭 从吃以后减肥 我只剂不提 可能在拍戏的时候 就这个角色需要瘦的时候 我会去减肥 但可能平时的时候 我越来越觉得 自己开心可能是最重要的 急事行论 就是我想吃了 那我就吃 对 这一年 驾驭高跟鞋的技术没有进步 秘诀是什么 杨语 没事 漂亮的我 漂亮的地板我 其实是有进步的 有进步吗 那我看你 你现在穿着高跟鞋吗 没有 我现在穿的是拖鞋 我穿着拖鞋 因为现在戴不到 我就想着先不穿 因为我其实是可以穿高跟鞋的 但是我的持久度不行 而且八公分以上的高跟鞋 对我来说就是有难度了 那怎么办呢一会儿 就很害怕很假 据我所知 你今天晚上不是边弹边唱吗 是第一次登台 第一次 边弹边唱是不是 是的 是 你觉得对你来说是个挑战吗 太是个挑战了 就是太难了 太难熬了 是吗 对 因为昨天到彩排的时候 跟何老师我们一块 昨天就是连排 然后我昨天上台的时候 因为紧张过度 然后和弦一直按错 一按错就导致后面全部都错了 然后我昨天晚上反正没睡好 今天白天也没睡 我只希望能 就是自己努力过 然后希望给大家能把这个歌 能完整地唱一下展现出来 的确是努力过才会有收获 你看我们18年刚刚拍了这么多戏 那我知道知否觉得拍了这部剧以后 你有什么收获吗 有什么体验吗 这部戏 反正还挺不一样 因为这我第一次拍那么长时间的戏 对 古中剧 七个月 对 而且我在 我知道你在剧中是扮演第一美男齐横 是 不必似身 或是手的 运开前 为你 我爱你 太太太 是不是 你觉得 你平时就是如果要给你的长相 打个分的话 你觉得能打多少分 满分 十分 七分 七八分 七八分这不太谦虚了吧 我不谦虚 一点也不谦虚 七八分还不谦虚 可以了 2018年粉丝为你写了很多 剧 应援 口号 哪一剧最深刻呢 其实最深刻的 我觉得可能还是 我觉得比赛那句 哪句 五亿 非凡舞异 等一下 你 非凡舞异 无限魅力 就这句话 这句话我觉得是 三八年了还是印象最深的 三八五一 无限魅力 谢谢 五一 加油 每次机场相乘喊你内心OS是什么 我觉得最近已经不是在喊我了 最近大家都过来吐槽我了 说什么呢 说我的手机壳老 他都有意见了 巧意思 哈哈 说我的手机壳老派 然后说我穿着衣服土 什么什么的 他们老吐槽我 所以我也经常跟他们对吐槽 在我家那小子中 你觉得爸爸妈妈 弟弟表现怎么样 我当然觉得他们表现得很好 因为 就是我觉得他们是那种 非常自然的那种表现 没有说去考虑节目效果 然后怎么样 就是也不在乎镜头 就是拍 我觉得就很真实的表现 出自己的生活状态 对 最害怕谁问你什么问题 最害怕任何一个人 问我身高的问题 他们好准把我编段子 真的我看了后来都想笑 就是他们就说 不要吐槽我的身高 不然小心我跳起来 打他们的膝盖 哈哈哈哈 还有是什么 有一天 有个小学生放学回家 他们家住15楼 然后他按不到15楼 就说五一进来了 帮他按了个二楼 说哥只能抱你到这儿了 哈哈哈哈 我之前有上过节目 别人就直接问我说 你有多高 你就直接跟他说呗 我一米五八怎么办 哈哈哈哈 哈哈 然后我那时就很尴尬嘛 然后我就说我很高很高 你回答的是我很高很高 所以说完就是自己也发虚 哈哈哈哈 好了好了 那我们翔哥还有问题 我的问题是跟他的一样的 最怕湘晨问你什么问题 最怕湘晨问我五亿多高 哈哈哈哈 英才儿曾在采访中 催你趁着自己是一线女性 在这个时候赶紧把自己给嫁了 对此有什么想说的 要不要也催他一下生二胎 都不知道他急什么 所以他们真的很羡慕我 这么自由自在的 可以不用每天很早陪宝宝去上学 我们都说要拖着娃 要去这旅行去那儿 我现在真的很自由 所以我就说 我应该多多享受 这样自由的世界 所以说你现在很享受 现在这种单身的生活 嗯 可以没用 到现在都没生出来 到现在都没生出来 大人 哈哈 哈哈 又没有 连找到一胎的人都还没有 那怎么能一样呢 我们是选择深与不深 他是想选没得选 他就不一样 听到了没有 你有什么计划吗 就比如说我希望在某一年 然后结束自己的单身生活 计划赶不上变化 这种事情还是要虽缘 对 但是缘分来了 可能也许就很快 也许要等不知道有多久 好的 很犀利 刚刚我们粉丝给你们提的问题 也问完了 接下来我们玩一个非常有趣的游戏 新闻云相通游戏 其位嘉宾将戴耳机 收看粉丝为他们录制的表白视频 通过嘴型猜测粉丝的表白内容 爱豆能不能读懂粉丝的心呢 一起来看一看吧 好难啊 是的 非常难 是的 非常难 戴上就行了 戴上就行了 里面是干扰液 好了 你看 现在可以按吗 可以 这神明分辈都清晨了 戴上的跳舞下 可以再看一遍吗 这么长啊 一共八个字多吗 对啊 一共八个字多吗 一共才八个字 对啊 是不是 我 真的 真的 是不是 我真的 我真的什么 我真的很喜欢你 我真的 很喜欢你 是吗 是 我穿的 还 不够 多 吗 我穿的还不够多吗 对 你知道他们为什么会对你说这句话吗 我知道啊 就在这场我穿了特别厚的衣服 我粉丹很担心我 肖肖你要多穿一点 我说我穿的还不够多吗 肖肖要多穿一点哦 你穿的还不够多吗 对 他们觉得你这个回答特别可爱 他们所有人都是 觉得你穿太少了 需要你多穿一点 然后多吃一点 多长胖一点 没关系的 有关系啊 有关系吗 但他们真的很心疼你 我知道 我知道 我理解粉丝们的心理 好 结束了 猜出来了吗 能猜出来了吗 完全不能吗 他在说什么 他一直在等啊 是不是有时候我们喜欢你 有你有我们 我们会永远和你在一起 就类似这种 我们在四川主 你和我大家 新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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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成都等你 他们在成都等你 在成都等你 这些区 在成都的粉丝们 送给你的祝福 是不是很难发 对啊 我都不知道是庄严 来 应该是什么 扁担盘 扁担长 扁担 真棒 你猜到了 是的 你可以看一下 来给你看一下原版 我猜猜看哦 超可爱 扁担花扁担长 扁担没有扁担花 是不是猜中了 你能大概猜出来 说了些什么吗 我就看着他嘴一直 就是 他可能先说小猴子 好像没用 那就说杨子 对杨子 新年快乐 事业顺利 越来越美 然后那个更说大家的喜欢 是不是 这些都是官方的那种套话 好不好 哈喽 杨子你好 在2019年呢 希望你能够有更多好的作品 然后好好照顾和自己 不要饿得太瘦了 要多吃一些好吃的 再吃就炸了 谢谢 你看他都让你多吃一点 他们觉得真的 粉丝都会觉得自己的偶像都不胖 今天我去收集他们心愿的时候 都是拼命地说什么穿秋裤啊 长胖啊 就是无限胖 就是我问他 那要长多胖 才叫胖胖 没有极限 越胖越好 就是粉丝朋友们 如果你们的偶像 都像你们说的那样长胖了 可能我们就没有办法 在这个圈子继续待下去了 好 翔哥以后我们会跟你什么永远在一起 因为你才是真正的飞行什么 飞行嘉宾 飞行少女 因为你是飞行少女 因为你是飞行少女 给你听一下让你说的心服 翔哥你知道我们为什么一直看你都不腻吗 因为你才是真正的肥而不腻 肥而不腻 肥而不腻 我听说飞行少年 飞行少年和肥而不腻差了很多 我肥吗 我肥吗 好那接下来换五颜 这应该也比较有难度 我肥吗 我肥吗 摆下来了吗 真的完全没有 完全猜不出来 你加油 加油 加油是什么东西 好那你猜不出来 那我们听一下原版的是什么样子 也希望你看一下 所以自己的演唱会没有别人 只有我们 2019年我们一起加油 她是个南方人 所以她的唇语和我们的唇语不一样 那五颜也是难放入了 我觉得她给她更难一些 是广东的或广西的 对 所以我希望你的演唱会 所以我希望你的演唱会 因为这个嘴唇和我们想象的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很有难度的视频 理清情义重 粉丝准备的小新衣将送到嘉宾手里 这些将是非常有意义的礼物 嘉宾收到后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这个是舞异的 谢谢 这个金灿灿的是我们翔哥的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 这些礼物都是写什么东西 为什么是饭 这行我还不够胖胖 一会回去咱们吃了吧 好好好 吃完之后咱们涂个橙膏 这是护手霜 怎么着呀 这很高 你知道为什么粉丝要送你这个护手霜吗 是我的手老了吗 不是 他们很贴心的 就是因为你平常不是经常弹吉他吗 现在天气冷了 就手很容易干燥 希望你们能保护好你们自己的双手 其实粉丝可能不知道冬天的时候我都不弹吉他 老了 然后茶叶 然后其他的全都是吃的 好谢谢 是 胸针还有小镜子 还有卡 手服 蒸汽眼罩 这是你的粉丝专门为你写的一首歌 现在我送给你 他们经常写歌的 很有才华 之前还听了很多首他们写的你的歌吗 最新的一首我刚听到是注意安全 因为我经常会告诉他们 他们经常会接机送机 他们都很晚等我 我说他们会去 再注意安全 因为都是女生 所以他们就自己写了一首 注意安全 就是听见的 然后把你的话写成歌 对 然后传递给大家 这一看就知道是以我 Gillo 我的英文名字的一个年历 对 谢谢 然后还有 哇 我觉得这真的很有意义 就是 他们 粉丝们集结了他们的爱心 然后 参加了一个公益 他以你的 就是以大东名义 然后去做了一个公益活动 谢谢 对 因为其实粉丝他都会很 就是会送我礼物 但我其实就呼吁他们说 把这些钱省下来 就是送给那些更需要帮助的人 然后我觉得很开心的是 他们就把话听进去 我觉得这真的非常有意义 对我的支持和爱 我都感受得到 虽然经常在潜水 然后也不给你们点赞 但是其实心里都是满满的 知道你们一直在 我是希望大家呢 能够永远地在道路上去成长 不忘出心 然后好好照顾自己 我后面不管是19年 还是20年还是21年 我每一年都会 尽自己最大努力 去做一些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然后证据给你们能 带来更多更好的作品 2018年 然后谢谢粉丝们对我的陪伴 2019年我们也要一起走哦 我希望你们在2019年可以 每天开开心心的 然后身体健康 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交更多好的朋友 你们是世界上最好的粉丝 么么哒 还记得第一次约会的地点吗 好 初吻发生在什么地点 你在一个月黑风高 你觉得对方最不能忍受你的一点是什么 这节目没法 这节目没法